各位聽眾,由今天起,我就要跟大家播講《遼齋》這本書了。 《遼齋》這本書是清朝時代一部優秀的文言短篇小說集。 這本書到現在有三百年那麼久,它流傳好說,影響好大,也好受人的歡迎。 《遼齋》的作者叫蒲崇嶺,他寫的小說內容都很特別,多數都是寫狐狸精、花妖、水怪、劍仙之類的東西。 不過他寫的鬼鬼怪怪,很生動,很有人性,基本上跟人類差不多,之後使你覺得有一種神秘的色彩在這裏。 其實作者這樣寫,只要是當時清朝政府推行高壓的文化政策。 很多人寫詩、寫文章,稍一不合當時的政策,就拉去坐牢、殺頭。 作者唯有將現實的材料,假托作妖魔鬼怪的情節,來掩護自己,避免受害。 所以說,《遼齋》這本書,是藉助對鬼狐花妖的描寫,大膽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勢力,伸張正義,寄託作者的滿腔悲憤之情。 當然,《遼齋》的故事又不是十傳十美。 作者本身就是封建社會的文人,在認識上很多局限。 例如說,他有些故事歌中真誠的愛情,但同時他又宣揚忠孝哲義這些封建倫理道德。 不過,諸如此類的缺點,怎樣都遠蓋不住整部作品在思想上、藝術上的光芒。 那麼有成就的一本小說,對我們照樣是一個很好的學習借鑑。 各位聽眾,自己由於受水平限制,在播講當中,不足之處在所難免。 狠切希望聽眾多多批評指教。 好了,閒話休題,書歸正傳。 今天我講遼齋的第一個故事叫做黃綠朗。 話說,有一位姓許的人,他約我五十多歲,家裡住在枝川城。 那舊時的枝川城,就是現在的山東省枝博士。 那這位許伯呢,是靠竹魚賣來維持生活的。 他有個嗜好,去到河邊撈雨,他一定是帶著湖走去,一邊喝酒一邊撈雨。 喝酒的時候,他當然是先勒點酒在地上。 那把嘴是暗暗沉沉地說的。 河裡頭的浸死鬼,請喝酒吧。 由於他每晚如是,整整一下就成了習慣。 人家去許伯那個地方撈雨,就鳳子不發事。 唯獨是許伯去撈,當然是盆滿撥滿。 有一天晚刻,許伯一個人在河邊喝酒。 只見有個年輕人走過來,在他身邊轉來轉去。 許伯見這樣,就請他喝酒。 然後呢,那個年輕人也無虛,爽爽快快錯落,和許伯一起喝。 誰知道,那晚撈了很久,也未撈到魚。 許伯的心就冒了。 笨家伙了。 今晚撈不到魚,明天吃什麼呢? 那個年輕人真是聰明的。 只見他站起來就說了。 許伯,不如讓我下河幫你趕魚吧。 說完,他一陣風雨就不見了。 過了一陣,他又回來說給許伯聽。 許伯,有魚過來了。 接著就聽見那些魚在水中瘋瘋瘋瘋瘋瘋瘋。 許伯急呀手拉起唐網了。 嘩! 只見唐網到幾條大魚,4-6-0-1,亂跳。 那些魚條條都超過一一尺長。 許伯當堂笑得有牙沒眼, 今晚就多謝他年輕人了。 到臨走時,許伯仍要送魚給他年輕人, 知他年輕人無論如何都不要, 他說:「許伯, 你每晚都請我喝酒, 今晚我和你做了一點點事, 何必這麼客氣呢? 如果你不嫌我阻定, 將來我每晚來幫你趕魚, 你請我喝酒好不好?」 許伯就說:「嘿嘿嘿, 年輕人, 你怎麼這麼說呢? 你才來喝了我一晚酒而已, 你怎麼說我每晚都請你喝酒呢? 如果你肯來幫我趕魚, 我怎麼會說不喜歡你呢? 啊, 是啊, 年輕人, 你聲心名垂啊! 哦, 許伯, 你叫我黃綠郎呢? 第二天, 許伯賣魚, 故意多買幾兩燒酒, 那一刻他又去河邊, 他去到那裏, 已經見到年輕人先來了, 他們兩個就放好些東西, 由開開心心地喝酒。 幾杯酒落肚之後, 年輕人就不聲不氣地跟老伯趕魚了。 他們每晚如是如此, 不經不覺過了半年。 有一晚, 年輕人突然告訴老伯, 許伯, 跟你相處這麼久, 我們情義更好過親人。 唉, 可惜, 我們快見不到面了。 許伯見他這麼說, 就馬上追問是怎麼回事呢? 年輕人是嘖嘖嘖, 想說不說, 最後才說。 許伯, 我們快分開了。 唉, 告訴你都不緊要了。 我是個鬼來的。 許伯, 聽黃六郎是個鬼, 當堂的心都緊了, 無管眼睹睹。 黃六郎立刻跟著說, 許伯, 你不用怕的。 我們兩個這麼好, 我不會傷害你的。 我告訴你, 我告訴你, 因為我在山的時候, 很難走癮, 有次喝酒不小心跌到河裡, 浸死了, 就變成鬼了。 唉, 我在這兒悄悄埋埋埋有幾年長了。 以前, 見你經常在河邊賣酒在地, 來拜祭我這個浸死鬼, 我為了報答你, 就暗中幫你趕魚埋網, 所以你撈魚, 當然是比別人多。 許伯, 過了明天, 我就到人間投胎托洗。 唉, 一想到我們就見了今晚, 真是沒什麼心機。 許伯聽完黃六郎這麼說, 唉, 想著跟鬼都相處了這麼久了, 這樣才慢慢沒那麼害怕。 他倒滿一杯酒就說, 唉, 陸郎呀, 陸郎, 我們沒有機會再見面。 唉, 想著, 是傷心點, 不過你又夠其解脫了, 本應祝賀才對的, 來來, 喝剩下這杯酒。 陸郎接過那杯酒, 一落頸, 一氣喝光。 許伯跟著又問, 啊, 陸郎呀, 明天, 明天, 是什麼人做你替身呀? 許伯, 明天你站在河邊, 到中午時候, 有個女人過河時浸死了, 就說她做我替死鬼了。 許伯那一刻, 跟黃六郎喝酒, 聊聊聊天, 吳京吳閣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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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是難寫難分, 不過沒有辦法, 快天亮了, 最後不得已, 他們才灑淚而別。 翌日中午, 許伯一早就站在河邊, 看看黃六郎說的事, 是不是這麼靈? 果然, 沒多久, 見到有個女人抱著一個孩子走過來, 走到河邊, 突然間吞聲滅了下去, 小孩子就扔在岸邊, 砰砰砰, 開大喉嚨, 猛那麼哭, 那個女人在河裡頭, 爬手爬腳浮沉沉沉沉沉沉沉, 咦? 爬得兩爬, 又見那個女人, 整身濕臨臨地爬上岸, 瀑在地上休息一會, 抱回那個孩子又走了。 哎呀, 下去看得眼睛都瀑了。 本來在女人跌落河時,她很想去救她。 不過她一想到,她是替王六郎死的,所以她就不去救了。 怎知現在眼白白地看著女人走了,她就思議王六郎,不知道是不是說謊來騙她。 到了晚上,許伯照舊回那地方撈雨。 沒多久,王六郎又來了。 一見面,她就說, 許伯,我們又有時間見面了。 許伯就問她為什麼,她說, 本來那個女人是做我替身的, 不過我又可憐那個孩子,難道為自己害死兩條人命嗎? 那我就放了那個女人走。 唉, 將來再找個替身, 都不知道何年何月之友。 許伯, 或者我們兩個緣份未盡。 許伯聽完就很感慨地說, 唉, 綠郎呀, 你真是人得心長呀, 好心會有好報的。 從此之後, 他們有了經常晚晚相聚。 過了無奈, 有一晚, 綠郎又來告別了。 老氣以為她又找到有人做替身。 誰知黃綠郎就說, 只要是上次她做的好心事, 被老天爺知道了。 現在老天爺, 就任命她去朝遠縣烏鎮做土地爺, 明天就去上任了。 後來, 他還叫許伯, 不要怕遠路, 有空就去探望她。 許伯就說, 綠郎呀, 你這麼好心做神仙, 那一方的百姓真是幸運呀。 不過, 人和神不相通, 就算我不怕路遠, 去到都怕見不到你面。 許伯, 你儘管來吧, 別人不用想那麼多的你。 說完, 綠郎又一陣風地走了。 許伯回到家裡, 就真是收拾行裝, 去朝遠遠烏鎮找綠郎。 他老婆就笑她說, 哎呀, 白夜公, 你幾十歲都不怕, 走幾百里路呀, 就算讓你找到有個這樣的地方, 見到那個黎菩薩, 知他都未必會說話, 不要去啦。 老去不聽, 誰都要去, 後來真是讓他去到朝遠遠, 又找到烏鎮。 他在烏鎮住在烏鎮後, 就打聽哪裏有土地廟。 哈, 誰知道客店的老闆, 聽聞就馬上問了。 哈, 啊, 客官啊, 你, 是不是姓許的? 是啊, 你, 你怎麼知道我姓許的老闆? 老闆又再問了。 啊, 客官啊, 你, 你, 你是不是, 在芝村來的呢? 是啊, 是啊, 你, 你怎麼知道的呢? 老闆, 店老闆沒有回答他, 只是急急走出店外, 過了一陣間, 客店外邊, 輕輕含含來了大棚人, 有男有女, 有老有亂, 個個站在門口裝下裝下, 老去就更加奇怪了, 問人做什麼? 那些人就說, 前幾天, 這裏很多人都發夢見到土地爺, 土地爺說, 有個姓許的朋友, 準備由芝村來這裏, 叫我們幫他送些禮物給他朋友, 我們現在就拿些禮物來給你咯。 許爸覺得十分驚奇了, 於是他就來到土地廟拜祭了, 他說, 陸郎啊, 我和你分手之後, 日思夜上來, 雖然, 來找你要走這麼遠路, 唉呀, 遠路我也不覺得辛苦, 知道你又託夢叫人送東西給我, 你說叫我怎麼多謝你才好呢? 來, 現在我帶了些酒來, 如果你不嫌疑的, 就好像在河邊那樣喝咯。 逃告完了, 老許就燒著元寶紙錢, 來著酒去地下。 這個時候, 有陣風由神座後面, 呼呼呼吹吹出來, 那陣風轉了一陣, 才慢慢散開。 那一刻, 許伯就發夢見到陸郎, 只見陸郎衣冠楚楚, 聰明過以前很多, 他一見許伯就寬起到眼淚都流了, 他說, 許伯, 這麼遠路你都來探我, 真是有心啊你, 我擔了這個小小的職務, 不像以前跟你見面, 現在站在你旁邊, 都不能相見, 遺憾。 遺憾啊, 當地人有些薄禮送給你, 你就收了它。 如果你何時走, 我就何時來送你。 許伯在烏鎮住了幾天, 就想回家了。 當地的人想留他住下, 不行, 他就是要走。 許伯臨走那天, 很多人都送東西來給他, 那些東西多到用大袋入不完。 起程了, 有一大群人來送許伯走, 忽然間, 吹了一陣旋風, 這陣旋風, 就跟著許伯走了十幾里路, 都不散。 許伯知道這陣風當然是陸狼, 他走了十幾里路, 就跪下, 拜著那陣風說, 陸狼啊, 陸狼, 你自己保重啊, 不用怨送啊。 陸狼啊, 你心底善良, 一定會為地方造福的。 許伯說了這番話之後, 那陣旋風在許伯身邊轉了很久, 後來才慢慢散開。 許伯回到家裡, 就將人家送錢財禮物, 拿來做些小生意, 以後就不去撈魚了。 從此以後呢, 凡是問到焦遠遠的人啊, 都說他們那裡的土地爺很靚啊, 有求必應啊。 各位, 聽了黃陸狼這個故事, 你又有何感想呢? 我想大家肯定不信有什麼陽奸、陰奸, 亦不信有什麼鬼神土地爺之類的東西。 不過在我們人世間, 事實上亦有不少好像許伯那樣的打魚人啊。 他們做事勤力, 家境亦不富裕。 但是他們人心底善良, 見到人家有困難, 就無私地幫助人, 所以, 就好得人尊敬。 當然, 人世間亦有很多好像黃陸狼那樣的人, 他們知恩感恩, 得到別人的尊敬的恩惠, 就加倍地報答別人, 亦從來不想陷害別人, 就真的好似故事裡頭說的那樣, 有人得的心腸。 不過又說, 所謂一種米食百種人, 有種人, 真是孤寒到不爭得下的。 我和大家說一個種米的故事, 聽說從前有個鄉下人, 他拉著整個車裡去市場賣, 他的米又爽又甜, 零瀉好吃, 不過價錢又好, 貴到離瀉浦。 有一天, 有個老道士走過, 向賣你那個鄉下人, 賣個米食, 賣你人看見老道士爛生爛世, 就說不給。 誰知老道士不肯走開, 是要在他那裡賣個米食也行。 賣你人就火氣了, 這死老鬼, 我的米虧一定要給你吃的嗎? 走開走開, 你左頭左勢, 我幫你走的。 老道士就說, 唉, 你整車裡這麼多, 做善心給我一個米食, 都不會吃虧很多。 圍起來看熱鬧的人, 有些勸賣你的那個人, 隨便選一個爛米給老道士, 就讓他離開了。 賣你的那個人, 多大都不肯, 路邊小食店有個企堂看不過, 就出錢買了一個米, 送給老道士。 老道士拿了那個米, 多謝完之後, 就對大家說了。 各位先生大姑, 老爺小姐, 老爺小姐, 我們出家人, 不吃孤寒的。 現在我有理了, 請大家一起吃。 馬上有人說, 老道士, 你自己有米都不吃, 就黑人在米吃幹什麼呢? 啊, 各位, 有所不知啊, 我是要拿那個米來做種的嘛。 老道士說完, 嘻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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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嘻。 嘻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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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樹苗出來,那棵樹苗越長越高,越生越大,很快就成了一棵大樹,那些枝葉很旺, 咦,眨眼,棵樹開花了,眨眼,棵樹還結了果,一果個大理清香撲鼻,整樹蜜蜜蜜, 老道士一時割了梨下來,分給看熱鬧的人吃,有東西吃,不用它,那些人吃完一個又一個, 說這麼快,整棵樹的梨吃清光,沒有了,老道士用鐵鏟仔, 滴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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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斬了一會兒,一棵樹倒下來,老道士托起幾匹樹鴨,就滋滋油油地走, 老道士開始變化的時候,賣鯉人,又湊起來看熱鬧, 哇,他看見老道士幾下手勢,就種了一棵大理樹,看到他入了謎,連賣鯉都不記得了, 等到老道士走了,他才升起自己還有整個車梨要賣,他轉頭看著自己的車梨,哎呀,整個都呆了, 什麼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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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麼車空空如下,一個梨都沒有, 嘿,他這樣才明白,原來正說老道士送給人家吃的那些梨, 哭破爛都是拿去的,哎呀,陰鋼,他再看真一下那部車, 那部車無端端就斷了一把手,斷了那裡,還是身口,哎呀,死了,死了, 這樣就激到那個賣鯉人在那裡扔心扔肺,急忙去追老道士, 追到街市轉角那裡, 賣鯉人又發現那叫車把手就丟在路邊,哎呀,他現在這樣才明白啊, 老道士斬斷的那棵梨樹就是他那部車把手來的,哎呀,陰鯉, 個個賣鯉人啊,劫得跳起三象高,而那個老道士呢, 都不知道走了去哪兒了,在市場上看熱鬧的人,見到這樣的情景, 個個都想起半邊嘴笑啊,哈哈哈哈, 賣鯉人一毛筆拔,小氣甲污寒, 那老道士跟他開了個小小的還笑,懲罰了他一下, 或者賣鯉的人,會從中想出一條怎樣做人的道理都不頂的, 好了,那至於賣鯉的人,怎樣醒不到什麼道理呢, 我們暫且不用理他, 今天時間又差不多了, 明天我想跟大家講一個皇七學藝的故事, 這個故事的名字叫做廬山道士,請大家留意收聽, 是不是這麼久人呢, 如果你知道作廬山道士都是有发料, 我們明天是對阿倫的故事, 我要做廬山道士是熱術的故事, 就是為了買一種叫做廬山道士,